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為了刺激經濟搞旺角市 澳門旅遊局今年再搞澳人食住遊 頭兩個星期有6,800多人次報名參加本地遊 酒店的套票也銷情不錯 有922間反映澳門人都喜歡澳人食住遊的項目 除了家客出不了去玩之外 重點當然有政府資助 在17條路線中 春節限定的路線 賞煙花團特別受居民歡迎 經協調後名額由原本的600個增至最多840個 但已經全部爆了 看條船坐滿客就知道 雖然船上的自助餐真是一般 建議上船前吃定下午茶 或者看完煙花再去吃宵夜 不過重點當然不是吃 而是在海上看煙花 船駛過西環對出的海面 看煙花當然爽 雖然只有15分鐘 但每個人看到嘩嘩聲 都是很精彩的 應該年15日還有一次 不過這個團亦壓滿 大家想參加 唯有等下一次 其餘受歡迎的團 還有感受路環之美的家自助餐 以及感受澳門海陸空之旅 2022年澳門食住遊本地遊同酒店體驗活動 是由1月29日至暑假的8月31日 去年已經享受優惠的居民 亦可以再次參與 每名澳門居民可以獲最多280元 本地旅費的補助一次 當中包括100元的飲食圈 另外每名居民亦可以獲200元的酒店體驗補助一次 每間客房最多可以用兩位居民的名額 即是四個水 基本上你不用點給錢 住個晚酒店 現時有十多條本地遊的路線 和近70間酒店場所任君選擇 政府非常歡迎我們的居民 今年繼續積極參與 齊齊搞慶的事 好 這一集先看到這裡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 拜拜